怀疑大世界但您关心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分校 在6号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三死一伤 枪手最后遭到警方击毙 而警方也公布了死者身份 发现其中有一人是来自于台湾 他的名字叫做张家珍 他是在内华达大学气管系任教的 不幸死于枪击案 享年64岁 而枪手是67岁的半退休教授 警方随后也在他身上 发现了一份猎杀名单 而这个嫌犯最近向多所学校求职 都被打了回票 让警方怀疑可能是因此买下杀机 张家珍来自台湾 1997年赴美任教 在内华达大学赌城分校的 商学院执教16年 不幸于6号的枪击案中丧生 享年64岁 另一名死者是现年39岁的 会计学教授派翠西亚 第三名死者身份尚未公布 警方表示枪手曾在北卡的东卡罗来纳大学任教 也曾在内华达一所私校教课 去年6月卸任 最近向内华达多所大专院校提出求职申请 都被打回票 警方还发现凶手有份猎杀名单 目标除了内华达大学赌城分校 还有东卡罗来纳大学的教职员 警方还公布影片 一名园警在室外跟嫌犯正面遭遇 园警一度踉枪跌倒 凶手追了过去 最后园警开枪将凶险击 堵城拉斯维加斯6年前 曾发生重大枪击案 一名枪手从酒店高楼层 向下方的音乐节人群开枪 造成60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刘勇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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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